好,大家好 我穿这个衣服 今天我这房间有点冷 所以我要保证我的手暖 我声音才能放松 手暖,弹琴才能弹得好 今天我们来一首英文歌曲 这是在我所有的录像当中的第二首 英文歌曲 都是大家非常熟悉的 特别是喜欢英文歌曲的朋友们 这是个好机会 可以把它唱得更好 这首歌就叫 What will be will be Sorry Whatever will be will be 该怎样就怎样 好 该怎样就怎样 听儿子挺吓人的 嗯 When I was just a little girl I ask my mother What will I be Will I be pretty Will I be rich Is what she said to me Is there are Is there are Whatever will be Will be The future's not our to see Case there are Is there are Is there are What will be will be When I was sop and fall in love I asked my sweet heart What lies ahead Will we have rainbow I'll say of you WiFi Is there are Horse than today Good定带 October ToLike The future's not ours to see Love is there also Jesus will be what will be I said that ibel Whatever will be will be What will be will be Now I had children of my own They asked their mother What will I be Will I be pretty Will I be rich I tell them tenderly Que sera sera Whatever will be Will be The future's not our to see Que sera sera What will be Will be What will be Que se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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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will be iev 还有些称词 我给大家解释一下 这种歌曲呢 真的很俏丽 又非常可爱 而且说 可以唱的反复的 是吧 可以反复的唱 真的 这首歌是从 从我的童年 唱到我 恋爱了 堕入情亡 然后我问我的情人怎么样 然后再唱到我自己 也有了孩子了 然后我的孩子在问我 有一天我会 会长得很这个 很英俊吗 如果是个男孩 你就唱 你可以唱成 Will I be handsome 这个英文歌曲呢 我年轻的时候 也唱过很多 而且呢 很多人的 唱过很多人的 特别是这个 所谓流行歌曲 但是呢 严格的说 都没有唱得很好 都没有唱到地道 直到我呢 在英国这有一个 非常好的英文老师 他是教我唱歌的 他是英国人 所以呢 他确实是 因为英国人嘛 他的翻译很低道 然后他加上他自己 歌唱的原因 这个经历 我有一个六十多岁的 七十来岁的 一个英文歌唱老师 然后还有一个 二十几岁的 他是剑桥大学毕业的 剑桥的一所音乐学院毕业的 所以呢 他们确实给了很多 这个关于英语歌唱的 这个常识 像这个 whatever will be 这种歌词呢 你就是 whatever will be 这些声音一定要说出来 像第一句呢 关键这首歌的背景啊 资料啊 你们可能在 百度上很容易就查到 我就不介绍 我这次课呢 我只要给大家传递一些 关于 因为我们中国人嘛 这个英语发音上 可能难免会有些问题 而且在唱的时候 可能会忽略 因为我最早的一首歌 就是唱那个 铃儿响叮当 圣诞的歌曲 就是Jingle Bells 那很 那当时唱的肯定是不够 现在唱的这么标准了 而且呢 你说了很多年的英文以后呢 你的英文的这个 发音就更地道 更准确一些 当然我们是应该乐在其中的 如果说 你说无所谓 反正我就唱成这样 那就另外一个说法了 就是说 这一集我主要录给 大家真的有心思想 唱好英文歌的朋友们 然后你 因此而举一反三 这些歌曲本身 特别是发音方面 都应该是比较相近的 但是它还有更高级一些 更严格的知识 我在这里 我就不传授了 现在我们就是说 发音的 它第一段是 When I was just a little girl 那win win 一定要win 不是win 说成win是很容易的 I was just just 那s and t 一定要just 一定要出来 a little girl 这都是l结尾的 那个l 大家懂英文 大家懂英文的 就很容易明白了 所以你要唱成 而且那个强弱弱 强弱弱 这是三拍子的这个 这个特点 所以一定唱出来点 你的味道会唱得很好 很自然 那就是 When I was just a little girl 你看这都在里边呢 I asked I asked 那个是ask 后边还有个异地 I asked my mother Mother What will I be Will I be handsome Will I be rich Here's what she said to me Here's what she said 那是said 那是said 是say的 过去的 所以一定要said said to me Ok to me Now Here's what she said to me 那个to可以不用很重 就像咱们的这个 我们的 他们的 那个不能说我们的 他们的 这样就有点颠倒了 然后 Kissara Sara Whatever will be Will be The future's not our to see Kissara Sara What will be Will be 这个 Kissara Sara 我问过我的公公婆婆 他们告诉我 这是意大利文 很奇怪 而且这个歌曲呢 最早应该是一个电影的 美国电影里的一个插曲 然后呢 他借用了意大利的这点 这个Kissara Sara 基本意义上就是 该怎么办就怎么办 该怎么办就怎么办 所以呢 也很漂亮 所以你基本在唱的时候 一定是强弱弱 一直在这种状态下 你心里要有这个 这个数 好 他第一段就唱成了 当我年轻的时候 我小的时候 然后第二段 我长大了 When I was up and fell in love I asked my sweetheart I asked my lover 都可以 What lies ahead 就是下一个 谎言是什么 当然这个歌本身有点滑稽的 有点 好像戏曲人生的这么一种感觉 然后 Will we have rainbow Stay off today Here's what my lover said 就是说 每天都有 彩虹吗 每天都有吗 这是不可能的 对不对 所以 后边都一样了 Kissara Sara 都是大段的 就是 最后我们说 A段跟B段 然后这B段 就是一直重复的了 所以这个不用太讲了 好 第三段也是 第三段就是 好 我长大了 从小的时候 然后我长大了 Now I Now I had Now I had Children of my own They asked their mother What will I b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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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tell them Tendly Kissara Sara Whatever Will be Will be The future's Not our To see Kissara Sara What will be We will be Kissara Sara Sara 稍微难一点的呢 就是这个 The future's Not ours To see 这个 The The 它是 如果用C调呢 你会很容易找到 那个 声F 就是声发 因为你要调不同呢 我们就不能叫声F了 也不能叫声发了 因为简谱跟五线谱 还有很大的区别 那像这个 你就可以通过乐器来找到 声F也好 或者声发也好 不过你选择C调 D调 或者是F调 这个C调一般 正常是比较好 好做的了 So there's The future's Not our To see Kissara Sara What will be Will be Will 这个W-I-L-L 都要讲成 Will 所以呢 在这里呢 就是最主要是大家 这个 What What Ever Va Whatever Will Be Will be 你读的时候 好像还能好读 等一唱出来呢 你要顾到旋律 要顾到发音 所以呢 要节拍 所以唱歌不是太容易的 但是呢 我们功课这个难关以后呢 你就会乐在其中 所以这也就是一个 一个学习的过程 所以你会更开心 你努力 然后呢 这首歌唱好 这个我们在 这很多版本呢 太多了 所以这个都不是问题 关键就是说 你自己呢 能从我的这个小视频里 能学到一些 最最关键的 这个方法跟方式呢 然后你在未来 你唱其他所有的英文歌曲里 你就会留意了 所以呢 今天我就给大家说这么多了 就不用听我唱了 那个 我的录音设备啊 我的音色 可能都不是唱得最好 所以大家 因为很多风格的 可以唱得很甜美啊 也可以唱得更成熟一些 可以唱得天真一些啊 可以唱成二重唱啊 小合唱都可以 所以这是一首非常好的英文歌 我在这里推荐给大家 我希望能喜欢我的视频 有什么问题 可以在我的视频下留言 然后呢 对我会更好的鼓励和鞭策 好 我们下次见 再见